明明是當國大地在哲學 比較有信仲化 帶一隻古來問的事 但是國大也精通 動物的心理學 因為我剛才看說 人家在問書 你有什麼帶一隻烏龜來問書 因為我也有煩惱 他的不太狀況 或是他看起來 其實好像不太開心 所以我不知道 蛤 我就也來清洗了 煩惱烏龜的狀況 你也來問書 你是問國大還是什麼事 因為我之前有來問過 我這次再來問一次 他說他現在的身體狀況 怎麼事情他會比較開心 你是把家裡動作是寵物諮商 是這樣嗎 超準確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就是都有對症下藥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有這方面的一些疑難雜症 你也是來請問家裡 也不是說全部 就是生病的應該是看醫生 但是如果是比較心病的那一部分 就會來請家裡說這樣幫忙 可是我就很好奇 因為一般 我們來廟裡要問書 通常都是有一些事情 很少是因為寵物的 你怎麼會寵物的事情 你也來問家裡 寵物有這一部分的疑慮的時候 還來不及去找我信任的 比如說寵物溝通師 我就想 姑且贏混帳 想不到是可因的 你是用抱著嘗試的心態這樣 對對對 因為我也沒有試過 所以這隻龜龜 也是藥底亞的門生了現在 是 剛剛藥底亞說 就是說 嗯 身為人 你都沒有辦法被關注 那生物也一樣 要讓他到外面去 比如說他習慣的環境草地 讓他走走這樣子 哦 那你趕快帶他去散步啊 好 好啊 謝謝 謝謝 什麼啊 這實在是真不可思議啦 不過 台灣人本來就非常重視 自己的寵物 可是說 毛小孩如果不爽快 做別母的 一定是比誰更中心 不過 還記得那句話 可是如果是破壞 也是要讓醫生檢查 就算說 你是來請教 到東北大地 他也請你去找醫生啦 在那種生物的心病 可以處理以外 聽說這些 這世的服務 還有一項特色 就是現場 你所看到的年輕人 穿一層 都是高學歷的文章啦 而且 他剛才夫妻的夫妻當中 就有一位 是中山大學的碩士生哦 為什麼你要換出 你怎麼有去學這個 因為一方面 自己會想要試試看 那另一方面 也是看大哥之後 有兩位 想說他們比較累 需要有人幫忙 這樣 就是來幫他們這樣 對 那你這樣學校怎麼辦 你現在大幾 我現在 碩士 你之前什麼系 資訊工程 資訊工程系 像你這樣 你是資工研究所的碩士生 這麼年輕 那你怎麼會對 這麼傳統的那個問世 有產生這個興趣 其實這不衝突吧 我覺得民間信仰 你是所有人都可以來參與的 不會跟你的 身分地位去限制到 那你一開始是怎麼樣去接觸到這個面向 一開始是因為通識課程 然後要做報告 想說選擇來這邊拍他們嘉獎的紀錄片 然後跟同學們介紹說 這些民間信仰其實就在我們身邊 在現代社會當中 有很多民眾 為了港造 萬里嘉鄉 導致都市的生活 嘉鄉的生活 實際上也因為不符合 都市生活的步調 就這樣漸漸消失去 但是 高雄地獄田 雖然為在台灣的都市的重點 甚至它又是清貴開發的重點路段 但是它不但沒有後期主心的文化 環島回來跟傳統的文化 融入現代的生活 譬如說英語解釋 他們又特別邀請 中山大學外文書碩士的畢業生 協助翻譯問書的內容 也透過這種方式 介紹台灣的文化 給外國的朋友 另外 早在台灣的法文 通過獨領全球的通婚法條進行 落地就只是說 第一家店不然可以提供異性戀者救贏員 同性戀者也可以來向懷惱救贏員 第一家店不然會提供 同性戀者後 對身邊的禁止 你說的禁止 現在是三人 只會支持 他們在台灣的禁止